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爆来哥 铃铛 奇怪 这铃铛的声音既不是之前听见的那种 外观又十分陈旧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灵不像随身之物 应该是有人刻意放置 会不会是我们进来的时候没注意到啊 不可能 如果铃铛一直放在这的话 就算我们看不到 应该也会踩到啊 那就是我们进门之后有人来过 破红魔 突然又不见了 方才来密阁者没有被我们察觉 可见其异于常人或许就是破红魔 此地不宜久留 此地不宜久留 我马上回去再一把 好 嗯 啊 要是大晚上独自走这条道 真能吓破胆子 我们迟迟不归 万一司徒组长察觉 去梅娘那里何时怎么办 最坏 最坏 也不过是咱们带上行李跑路 我这一把剑肃无败计 若是真叫个名不见经传的族长给困住 以后啊干脆收件念经算了 说得好 就是这个道理 司徒家现在肯定是关门了 那咱们是叫门还是翻墙 叫门吧 反正之前的借口也是一戳就传 狮子多了不怕痒 就这么破罐子破摔不好吧 我觉得还可以挽救一下 再编狗谎话也玩过去 你当别人都傻呀 我觉得你才傻 等事情一聊 我们就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我又没打算骗谁一辈子 要我说 不如我们这就去找梅娘啊 威逼利诱 只要她肯配合 总能拖延几日 南天竹说得有点道理 不过我们不太了解梅娘 这么做总归是风险太大 若是她得知我们夜床万里密格的话 说不定 不用等到司徒组长发现 就会主动揭发 要不我们就说再回组长家的路上 遇袭怎么样 是不是想想就赐家 你心态可真好啊 找打还能找到嘻嘻哈哈的 不 此法倒是可行 假如那司徒组长和破红魔并无关系 说不定 我们就可以瞒过去了 那万一司徒组长和猫灵有什么猫腻 那她不是一听就知道我们在瞎谎啊 如果真如你所说 她就更不会拆穿我们了 为什么 因为除了破红魔之外 没有人知道我们今晚是否遇袭 她一旦拆穿 自己的身份也会暴露 所以即便我们撒谎 她也会装作相信 嗯 那就这么定了 哎 这铃声怎么又响起来了 声音好像就在不远处 铃声越来越急了 这铃声怎么又响起来了 铃声越来越急了 刮刀哥小心 放手 啊 啊 啊 多亏 我 我們 明天 皆さん 能得了吗 為何 敬礼